各位朋友各位同學 大家下集好 我們今天的新冬節目跟大家講些什麼內容好呢 首先都是講一下我們的大使 其實在我們對於恆生指數的分析 我個人在早餐裡面 就已經有提前跟各位同學交代了 我想什麼呢 如果你沒有空替我 直接替我紅色字看 這個紅色字我已經講錯了 這一波行程我們要處於的風險點在星期二附近 與其回到壓力位 星期二附近我們看到 今天是星期三 昨天是星期二 連續的這一波反彈到星期二附近 就是一個到壓力位的時間點 昨天其實是有比較大的一個迷惑性 怎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們看到它是早上 昨天早上還是一個朝政的階段 到了下午直升 一口氣直升的一個過程 在這種情況下 就令到大家可能會有一種與其 認為它可能會繼續向上去突破 其實我們要知道 港股市場很多時候 都是用這種手法 引誘人入場 然後在第二天 再殺低 這種情況其實經常都出現 例如在這裡 看到嗎 6月8號是什麼 然後我們看到4月4號都是這樣玩 都是這樣玩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熟悉 知道 我們的指數 以及我們這個行程 它的波動型的一個方向 以及它的一個節奏 好吧 這方面除了我用江欣的一個時間倉和 跟大家去做一個解釋之外 更多我們都需要去 臨盤 去做一個分析 如果昨天去進行減倉 或者沽空的同學 在這個地方 也不用擔心會跌太多 沽空也不要想著吃太多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位置 它不會持續大跌 首先跟大家說了 在我們昨晚的一個 深組班也有跟大家說了 其實大的結構是未走完這一波行程 所以這個位置可能收穫了一兩條 音線 可能又收穫了一樣 所以 講一下 這個大市的一個階段 在目前的情況下 如果你我說 到底要玩什麼板塊和過股呢 我可能會向我提劇的 周期股 周期股我可能 一直都跟大家說了 我可能偏向玩黃金類型的股票 例如我們看到1787 一個操作型的機會 其他的話 很難說有這個地方給我們很有性格比的一個入場的機會 所以基本上來說 可能 不會跟大家作過多的一個介紹 另外一方面 1810 其實小米集團 我覺得它也是有異動的特徵來的 這個類型如果有下來了 都可以考慮低級一點的 好吧 這個是我們 今天的新聞視頻大概跟大家說一下 可能性的機會的一個方向 好 多謝各位同學 拜拜 拜拜